众所周知,马云是一位武侠迷,正如他自己所说,每个男儿的心中,都拥有一个武侠梦, 平时马云不仅喜欢看武侠小说,更是喜欢打打太极,前部角更是与一众舞蹈明星推出了一部功夫电影公寿的,而说来也巧的是,马云给自己公司取名字,也是根据武侠里面来的,比如什么光明鼎,达摩院与罗汉堂,今天我们重点说说马云的达摩院和罗汉堂, 一,马云为什么要建达摩院早前,马云成立了达摩院,还为达摩院的未来指明了方向,达摩院首批公布的研究领域包括,量子计算,机器学习,基础算法,网络安全,视觉计算,自然语言处理,人机自然交互,芯片技术,传感器技术,嵌入式系统等,涵盖机器智能,智联网,金融科技等, 马云表示,未来将为达摩院投入1000亿元启动资金,但未来达摩院必须具备盈利能力,能够自己挣钱,养活自己,马云还表示希望达摩院存在的时间,比阿里巴巴要长久,目前,达摩院已经开始在全球各地,组建前沿科技研究中心, 包括,亚洲达摩院,美洲达摩院,欧洲达摩院,并在北京,杭州,新加坡,以色列,圣马特奥,贝尔雷尔,莫斯科等地,是一不同研究方向的实验室,初期计划引入100名顶尖科学家和研究人员, 二,达摩院之后,马云在开罗汉堂,在1000亿投入了达摩院之后,马云似乎并没有满足,最近又成立了罗汉堂,那么问题来了,罗汉堂与马云有什么意义呢? 近日,阿里巴巴在杭州设立研究机构罗汉堂,旨在应对人类面临的有网络科技迅速发展带来的大数据,人工智能,机器人等全球挑战, 目前已有15位来自世界各国的顶尖学者加入,其中包括6位诺贝尔奖获得主,阿里巴巴于2017年10月成立达摩学院,进行先进技术创新研究, 而新成立的罗汉堂则专注于研究这些技术带来的影响,马云认为,科技在改变人们生活时,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挑战, 因此其心协力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,并思考解决方案尤为重要,阿里巴巴又责任倾尽全力研究如何帮助社会使用科技进步,并迎接随之而来的挑战, 阿里巴巴介绍,罗汉堂的首批学术委员会的15位成员,以经济学家为主, 罗汉堂未来会邀请更多全球顶尖的社会学家、心理学家、人类学家等快学科,多领域的学者加入。 3. 马云 为什么要开罗汉堂?科技的高速进步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,我们在享受科技带来好处的同时,更要理解科技给社会带来的挑战,并思考解决方案。 作为一家科技公司,阿里巴巴又责任倾尽全力研究,如何帮助社会使用科技进步,并迎接随之而来的挑战,这也是我们倡议成立罗汉堂的初衷。 这位文科出身的前应于老师对来访的学者们,谈论了倡议罗汉堂的初心,罗汉堂的研究成果将为全社会服务。 如今马云继续搞佛系研究院又是什么意思呢? 其实这是马云在一次下了一步大棋,众所周知,关于人工智能和未来大家都在探索,谁都在尝试,于是市场就出现了空档期,而在这个空档期里,马云搞了个罗汉堂,也就是说马云已经看准了,未来的社会必将是一个科技型社会,但是,科技的发展,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。 一是,搞创新需要花很多钱的,科研项目需要为商业化服务,而商业化本身就需要综合考虑社会的需求。 二是,创新的技术,会改变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面貌。 但如何改变? 这是大家很难知道的答案,所以就需要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,去预测这种变化,并且为变化提供应对策略。